基隆有民眾表示 太太收到了來自苗栗的交通違規罰單 但是違規的照片非常的模糊 幾乎看不出車牌號碼 違規車的型號也不同 另外違規的時間點 當時太太在基隆上班 根本也不可能出現在苗栗 夫妻倆於是提起了行政訴訟 對此竹南分局的員警坦誠書師 將請監理機關撤銷罰單 我們無故啊 今天我開 我違規 我被罰沒問題 但是不是我啊 一張又一萬二 又要被調扣半年的駕照 民眾真的好無奈 因為他的太太 日前收到兩張交通違規罰單 只不過夫妻倆明明都在基隆居住工作 但違規地點卻在苗栗 讓他們超級傻眼 我說說你怎麼上班會跑去那裡 他說他沒有啊 那我們就問我老婆公司 他說確實在上班啊 証書太太上班打卡記錄大聲喊冤 因為被開罰的車輛 就是太太每天上班騎的機車 罰單上標示 違規機車去年12月15號星期五下午3點多 在苗栗竹南台61線限速40公里的路段 一路飆到時速87公里 超速47公里 已經構成危險駕車 不只違規地點 時間都不太合理 違規照片也很模糊 車牌號碼幾乎看不清楚 違規機車跟自家機車的顏色 型號似乎也不太相同 但夫妻倆卻收到罰單 不只得面臨一萬兩千元的罰還 還要吊扣牌照 不想被迫吞下罰單 夫妻倆向監理戰申訴後 預計提起行政訴訟 而開出罰單的苗栗 竹南分局警方了解案情後 也坦承疏失 將喊請監理機關撤銷罰單 記者綜合報導